利物浦不是苏亚雷斯一个人的球队 主帅罗杰斯表示 红军没有了苏神一样可以很强 上个周末联赛 球队在他的缺阵下依然大胜纽卡索 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亚雷斯早前因咬人事件 被罚禁赛10场 同时有消息指 卡塔尔一家著名电信商打算赞助利物浦 这也意味着安菲尔德球场可能面临被改名的命运 另外桑德兰中场加德纳解禁复出 准备出征与阿斯顿维拉的英超保级战 明天凌晨2点50分 Astro频道812直播 在NBA赛场上 马刺以103比82大胜胡仁 以总比分4比0晋级季后赛西部半决赛 这也是胡仁46年来首次在首轮被横扫